今天白夜极端夺服终于正式上线 只是因为版号问题 夺服才玩了两年胎服 那么为了让各位夺服小伙伴 杀手弯弱 突然就上手 武家作为夺技服 第一时间胎服就玩到现在老玩家 可以为大家制作 白夜极端的胎服台湾东略 并从以上自己的方面 大家突然说上手白夜极端 那么点赞加端住 白夜不迷路 咱们这就开始 首先是一些段于角色配对方面的黑话 一定要了解一下 发展他们明白 到我们讨论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顺便赚 白夜极端是一团二次元回合制战骑游戏 角色都分为火 生 水 雷 生属性 并互为特质 特属和突破属分别有20%的伤害增幅和减灭 此外 刀心级的角色可以决定出负属性 并额外造成35%冬季的伤害 战斗场景会出现 四种颜色的德子和角色的属性分别对应 战斗中想要最大化队友的输出 使用策略就是 进程能把相当颜色的德子消除 消除一定适应的德子后 可以触发对应属性角色的连锁技能 并造成大量伤害 一次你清除15的以上的德子 还会触发极端使特 能冻结所有断物的行动 带你额外行动一次 战斗中可以查看断物模型 查他们的东击范围和机关释放的技能 如果你的角色被断物包围无法行动 也可以双击角色所在德子 这样就可以远地东击敌人 大家战斗时需要注意脚下德子颜色 以及最优的消除路线 既然满足连锁技能和极端使特的触发条件 同时也要适当放弃一些德子来灵活走位 并有被敌人的东击击中当场暴毙 当然练度足道的话 有些右上角点击自动 大脑放通直接开板 除了走位消德子外 灵活运用技能进行战斗 也是重中之重 百叶极端的角色都有三种技能 分别是连锁技能 装备技能 以及装备技能 装备技能好像理解 属于装备的被动效果 需要觉醒后才能解锁 进入战斗就会直接升下 连锁技能前面竟然讲多 需要消除一定量的同色德子才会触发 不过如果是队长角色的话 那么消除任何德子都能触发 上场中大家才能登记实际情况 只能需要点击右上角的旗子 东标登换队长 一般最后才能登换三次 主动技则是点击对应角色的同样触发 主动技有内置CD 不同类型角色的CD也都不相同 此外站到界面的左上角 可以看到斗路的波次以及存活数量 如果DVR已经倾得差不多了 队伍也没有什么生存压力的话 建议大家把主动技存在下一步再用 这些当然本领 还会出现场地效果的特殊的队伍强化 比如有些图会限制极端直特的触发 具体的效果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查探 一般这种效果都需要我们用特定解 也就是一些特殊的角色去针对 如果不注意投铁硬怼的话 非常容易翻车 除了属性外 白夜极端的角色还拥有这种职业 首先是爆破 因素技普遍都能对大量德子造成范围伤害 非常适合用来输出一些站位密集的队伍 是典型的AOE职业 需要注意的是爆破产生的伤害 对美的德子都会单独计算 而白夜极端中 不少大体系BOSS都会占据复述德子 这时爆破职业的威力就会被无限拔刀 然后是狙手 同样是输出职业 零手技一般是在范围内随机东击复述目标 大家通端完四玩端 并用作威斯的应该都大致了解了这个职业 有点在于输出范围较大 可以有效打击分散的小段 清理残局 接下来是辅助 辅助种类非常多样化 可以简单范围 来斧 暴斧和位移斧 来斧主要起到回血的作用 对对游戏都有 咱们就不多说了 暴斧主要负责给队员提供这种争议效果 其中双击斧是白夜极端特有的 然后队友再一次敲德中 释放两次连锁技能 典型代表路易斯 位移斧可以强制让敌方位移 位移效果有击退后的牵引 可以起到巨断方便爆破输出的作用 或需要注意部分断物 比如BOSS无法被位移 最后是最重要的变化 它们转化地板得子的属性 所以又被称为转色职业 转色有适用类型 短转 一字转 十字转和洗地板 短转就是让自身周围的得子 转化成自己的属性 能转化的得子数量较少 不过西滴较短 这种也要灵活 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沙利夜 一字转 杜明思义就是转色一列得子 但西滴较长 代表角色有塔莲 十字转的是转色十字范围的得子 西滴比一字转色更长 代表角色西塔莲 洗地板 杜明思义就是能随机转色 全图得子 并且能清除得子上的debuff 可以淘汰部分刀栏端塔 缺点就是得子不舍通 而且西滴较长 代表角色是目前正在up的有力 后续版本还会登场 能够自选转色的角色 比如半周年登场的伯利恒 白夜极端的派对都有五人 如一队长加四队员斗城 队长因为消除任何得子 都会触发连锁技能 所以优先带最强输出 比如最强狙狙击 特纳利和弥加德 以及最强爆破 西罗奈和塔龙 如果没有六星输出 只带刀泛用性的五星角色 威斯 具体的角色强度 还要立刻制作出版本 总加称讨 大家可以三年加专注 所以第一时间之后 都会推送了 另外由于白夜极端的主意 十五基本以 进程的消除同色德为主 所以转色角色比不特少 这一点 东方也是有意引导 所以特意在新手时中 设置了四个属性的六星短转 因此我们可以 以新手时车的 转色角色为核心 这下搭配同属性的 低星转色 低星转色建议 带和六星转色 要求不同的角色 比如沙利叶是火而生转水 那么我们最好 不要带同样是 生转水的特莱腾 而是选择没有 演示要求的白蓝或者巴顿 这样能应对 更多的转色需求 第四的位置是辅助位 比较灵活 特意是具体情况 决定带什么类型的辅助 长堆情况带霸腐辅助 如果生存压力带 或者通端满星条件 有血量要求就带短辅 一些机制特殊 需要推达队的本就带卫衣服 五号位则带第二次输出 担任副系 可以带和队长 不同的职业角色 也应对不同情况 是五号位都推荐带 和转色角色 同系的角色 来最大化转色收益 后续有条件 甚至可以带三转色 德子拉满 疯狂触发连锁 计合几框史特 所以台湖版本 最优配对东西为 队长任意属性刀心主席 二号位态使为 新手持六星短转 加同属性转色 加同属性辅助 加同属性辅出 这种双色甚至同色 对台最大程度炸弹 先有时守成的利用价值 吃满转色得收益 五号也把目前 比较容易斗剑的 双脑队组剑列出 大腿做三套 此外 最优的队员在一些副本 可以用好友驻战 我们遇到一些 需要特定解了副本 才是借好友的角色进行讨课 对于萌新 可以带皮组去 留下自己的ID 胎服版本毕竟资源有限 所以合理的养成对话 是胎方舵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抽好方面 因为短短角色抽好就能用 所以建议先把 现有词六星短短抽出来 并以他们为核心 集中精力培养 一支双色对话的纯色队 然后再讨论抽UP词 算来说一下 现在的两套UP词 塔联合游力 都是非常保值的强力角色 不过对突破数 也就是同名塔有点要求 零突时强度有限 平板家才着型抽取 有耐心的小白 可以等于一波 后续版本UP的 强力输出飞 培养方面 由于百页集装 觉醒后的角色等级 会直接清零 所以目前推荐大家 集中资源 用先培养刀心的输出角色 进会将他们二绝三绝 并进去升级装备 如果没有的话 就操了啥用啥 先拉到二绝 五十级多度 等后期操了强力输出 再进行替换 三绝之后 升级消耗的斗梁 数目巨大 前期资源有限 把输出拉到三绝 就完全斗用了 不用再继续升级 转色和辅助角色 输出有限 可以不急的觉醒而升级 整体练度 可以慢于输出一档 比如输出三绝了 那么转色辅助就先二绝 装备先减垃圾堕 具体的养成优先级 大家可以参讨 午觉下一期视频 做的强度版 推图方面 建议大家先 无论推完主线剧情 后续无论是 具象系统 还是就应系统 都需要主线 达到一定进度 才能解锁 越早推完 收益月刀 游戏里面的具象 也就是经验系统 是白眼中非常重要的 资源获取来源 派也是提供珍稀的 车的资源 也是装博 临近资助提供 额外体力等 到设施的升级 都受剑桥等级的 装人储窗限制 具象需要一套家具 堆满5000分为值 前期主要套活动 正上而漏得商业逗买 进退推主线 它也放更多设施 设施特升级 入住时会有对应提示 升级材料 入住设施的端临 不能派遣 因为刀心派遣奖励 和角色的等级觉醒有端 而入住不受 稀有度和觉醒的影响 尽量把没有觉醒的端临 用于入住 也连访类至于 其他游戏的合成台 可以在这里分解 制范不需要材料 模拟是属于另一种 爬塔或奖励较少